由于李善长不仅是大明开国元勋 更是怀惜勋贵之手 其影响力和声望都让现在的朱元璋深深的忌惮 所以李善长也只能通过不断的自黑 来让自己变得更为安全 他只有表现得越堕落 那么远在京城的那位才会越放心 说完这些 李善长还不忘好心地提醒道 韦勇啊 请恕老妇直言 大权在卧室 你一定要倍加谨慎 眼下西北战局方氏 皇上肯定要重用能臣